香港在九七前 有國父誕辰日假期 但主權移交大陸後 尊稱孫中山為革命先行者的中共 反而取消了該假日 如今 香港抗爭者在聖誕日 重提孫中山先生與香港抗爭的關係 以國父精神 勉勵港人反抗到底 警方派出蒙面便衣 取出警棍和胡椒噴劑 指貨市民 並一度有防暴警察衝入商場拘捕抗爭人士 其中市民陳女士為了保護一名年輕人 被警察用警棍打傷手臂 年屆70的林婆婆說 她希望天滅中共能早日實現 那些被她壓迫的人都一起站出來 大家一起對共產黨這個直擊拳 如果共產黨不倒閉 中國人走到哪裡都退不起頭的 因為令到全世界都感覺到醜陋 我真的希望天滅中國 因為她做了太多壞事 當日我看到那個直播 我看到這個警察就抓住這個人 你看看 指著別人的胸口 然後我們的手足就出來幫忙跟她說 誰知她又開了一槍還是兩槍 但是好像說她的腎 你香港什麼時候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可以空殘成這樣 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這個政權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打倒這個政權 很簡單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根本上就是沒有機會的 新唐人記者恆娜 香港報導